早在今年年初的CES大会上 AMD就为玩家预告了两款前面级的桌面显卡 其中包括双风扇和单风扇两个版本 而目前双风扇版本已经被证实为RX6700系列 至于单风扇版本 则一直没有太多消息 而根据最新的驱动显示 RX6600XT和RX6000已经加入了设备列表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嘛 其实按照时间线来看 RX6700XT已经发布了三个多月 但由于货银仅缺黄牛加价等多种因素 能够买到这张显卡的玩家可谓是少之又少 所以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原本定于5月发售的RX6600系列 便被AMD隐藏了起来 可伴随着虚拟货币的拦药斩断 以及挖矿行业的纷纷叫停 显卡市场也已在慢慢开始回落 这对于AMD来说可谓是利好时机 于是便买RX6600系列重新提倡了日程 据得来看 在月初的2020ComputeX主题演讲会上 AMD正式公布了面上已移动弹的RX6000M系列显卡 而这些显卡的核心 就是玩家们期待已久的NAVI-R3核心 除此之外 据推特用户表示 在AMD最新所放置的21.6.1的版本驱动中 包含了多款新显卡 其中就有RX6600X7和RX6000的生意 与此同时 这两个信息都是基于73FF的PCR设备ID 与移动版RX6600M属于同一序列 换句话来说 RX6600XT和RX6600都被确认将搭载NAVI-R3核心 同时此次的泄露也表明 两款显卡将在不久之后退出 这对于那些酷酷久等的玩家而言 的确算是一个好消息 至于其他方面 根据此前的爆料显示 RX6600XT仍然会采用台积电7nm代工 将基于NAVI-R3XT核心打造 拥有32组计算单元 2048个流处理器 并会配备为框128bit的8GB GDDR6显存 以及32M的无线缓存技术 但加速频率有望突破2.9GHz 整卡功耗约100W到130W 至于RX6600目前已知的消息还算太少 但其会基于NAVI-R3 XL核心打造 拥有32组计算单元 1792个流处理器 同样会配备为框128bit的8GB GDDR6显存 以及32M的无线缓存技术 加速频率为2600MHz 整卡功耗约100W 外观方面 两张显卡都会采用单风扇设计 并将配备一个单8PIN的电源供电 这样的话 整机的供电需求会低很多 至于性能方面 根据Shifo所透露的工程样品来看 RX6600X7的Time Spy跑分为9533分 哈希速率为30.1MHz每秒 RX6600的Time Spy跑分为7905分 哈希速率为26.3MHz每秒 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为1080P分别的游戏而准备的 但如果搭载MD最新的FSR技术 不知道又会有怎样的提升呢 最后在价格方面 据供应链表示 该系列显卡的价格会在300到400美元之间 而RX6600X7的国内定价预计会是2499元 RX6600则是1999元 同时两张显卡都有望在7月发布 而鉴于目前显卡市场的慢慢降价 原价购入这两款显卡的机会也将是非常之大 但具体情况还得看市场行情 至少溢价不会像之前那样离谱 所以各位等等党们 AMD这两张显卡是你期待的显卡吗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来一些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